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像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钱财纹 是指小指的根部 跟无名指之间出现很多细的斜的纹路 有可能是垂直的 这种纹路是越多越好 很多人手上都有钱财纹 数量有多有少 那么手掌当中的钱财纹越多 财因是越旺 越容易招财 这是一个 手相本身呢 如果是说纹理清晰 形成这种元宝纹 一生可谓是衣食无忧 至少是为小腹 如果是出现在 再加上比较好的这种横财纹理 包括这个手指 第一和第二指 这个是拇指的第一和第二指节的横纹 包括它有一些横纹 有的是网状的纹路 那么在命中 再加上这个元宝纹 在命中这个财源是更加的旺盛 有旺成为大富贵的这种格局 这种手相是天生的老板蜜 这个对于手相当中出现元宝纹 再加上这个指头底部 手指根部 又有这些太阳线呢 这个财运线呢 这些纹路出现的话 一生财富是非常的不错的 一生钱财不缺 财源广景 属于大富贵的这种特点 这个手型也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这个是天文清晰身长 延伸至食指跟中指的中间 一般呢 跟父亲的缘分比较好 甚至这个能够享有祖阴的庇护 就是说能够得到祖产 或者是长辈的助力 在事业的初期就非常不错 婚姻稳定 少年运势呢 这个非常强劲 有贵人相助 这个贵人呢 大多数是你的长辈 你再看一个这种 这个富瑶文 富瑶文呢 其实就是我们八卦当中的瑶 这个富瑶文 跟这个父亲的父子呢 这个有点类似 富瑶文出现在手相 当中呢 是非常不错的 是非常不错 表示有这个智慧 并且呢 有贵人相助 富瑶文出现在 更宫的位置 更宫和正宫 都是属于文昌新照明 主科举重魁 并且呢 出现在坎宫呢 是主这个坎于文 这叫坎于文 表示有贵人相助 一生啊 富贵 这个出现在人文 或者是中宫的位置 叫非于文 人缘极佳 这是根据不同的位置 来看他的这个 不同的寓意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的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